科学证实 凹手指不会造成长期伤害 你知道为什么凹手指会有声音吗? 科学家利用超音波 显示在凹手指的时候 骨骼关节之间会产生空腔 凹手指的过程中 会让关节集中在关节的液体流出 让液体中的空气集中喷发 才会产生声响 这个动作会刺激神经 同时也会让肌肉舒缓 让身体的活动性提升 关节一中的气体 通常需要25分钟的时间累积 才可以再发出声音 至于凹手指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目前没有证据指出 凹手指会导致长期伤害